我們未來也看到我們先政府原民處跟萊毅會共同來合作 在萊毅這邊設置一個部落之心 老幼共學共成長的一個重要的集體 那麼這個都是因為我們萊毅鄉 我們豆鄉長還有萊毅各村共同努力 讓大家感受到我們萊毅有這麼重要的一個文化資產跟相關的條件 所以未來我們縣政府在我們原民處跟各局處的共同努力之下 我們會跟萊毅會跟豆鄉長會跟每一個部落共同來合作 讓萊毅的美好讓萊毅這樣的資源能夠好好的往前走往前發展 所以今天呢代表潘麥安派市長來這邊呢 主要是參與這個石板坡的完工 每個禮拜六連續四個禮拜 那這一次我們協布上的藝術季總共有13位的藝術家參與其中 那原則上我們在每個原鄉會留下四件作品 那我們這次的觸角已經漸漸的往中部 南部這樣子移動 我們希望在整個的藝術季的整個氛圍裡面 可以把我們原鄉的文化所呈現出來的美 從這樣子的美所衍生出來的一個藝術創作 可以回到原鄉 那除了讓我們自己的原鄉部落的主人可以來共同去享有之外 那很多外面進來的遊客 那希望也可以看到這些非常棒的藝術創作品 那也搭上了我們來鄉他們在新來部落所蓋的石板屋 一個類似文化館的一個落成啟用的活動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在新來域呈現 那對整個新來域的整個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有它特別的意義啦 那期待透過這樣子的活動的結合 那未來我們在每個部落的原鄉 我們都有機會把藝術劇推到各個部落裡面去 好一些荔絲和田社會 希望可以讓我們一起來 好好奏 各位大家 為只是讓我們來 做這個的時候 我將不愛 寫坡上的藝術記的圖啊 是 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一個蛇 對 這是一個蛇 然後它保護著人啊 就是人頭這樣子 然後 就 就是保護這個 然後裡面這個空的就是 就是打算 就是給他們做 給小朋友做 然後 這個旁邊的圖就是 就是 斜坡嘛 就是有我們的土地啊 還有山還有殼這樣子 對 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是我們 就是特有的一個 羽毛的一個圖樣 就是這樣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 他們自己畫的 對 然後 所以每一位小朋友畫的應該都不一樣 對啊 其實他自己畫的 這個 他自己畫的 對 等一下 所以你各種發牆還是有人 就是 就是 就有人跟我一起做啊 就是那個 那個就是 圖嗎 嗯 嗯 嗯 就是 當年給我一個方向啦 然後我再 就是 保留 呃 我們 的圖騰去做 對 唱壁畫的故事 就是我們 這邊的賴衣傳統的故事 然後我們希望 在 藝術季裡面 也有機會 可以 跟小朋友一起做 可以分享一下我們的想法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能力 所以 我們在 待遇上的 幼兒園 我們有畫 一個傳統的故事 就是 包括 那個白布色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 跟小朋友一起做 一件衣服 有一個白布色 然後那個衣服 就是我們自己 幫他們印 其實 因為 我們也要 有一個 教務 我們要教小朋友 我們作品 可以怎麼做 所以我們 有跟小朋友 一起做網板 然後就是 問他們 可以 想 如果他們 有包覆什麼 是什麼 東西要包覆 然後 他們有 自己設計 自己畫 他們想保護的 所以 衣服 衣服上面 可以看 小朋友自己 或是 可以看他們的家人 這個 就是代表 他們要 保護什麼 然後我們 有幫他們 印在衣服上面 所以衣服上面 可以看到一個 白布色 然後裡面 就是他們 想保護的人 神